想要吃新鮮的魚過 來到魚港旁邊 絕對是最正確的選擇啦 今天時代夠麻吉 帶大家來到新竹南寮魚港 附近的咖啡簡餐店 不過聽說除了有鮮美的海鮮之外 還有下午茶唷 大家好 我們現在為你介紹 我們店裡的人氣商品 第一道是西西里墨魚麵 它是用新鮮的墨魚製成的麵條 再加上搭配烘烤完的 中捲所調律原成的 然後再搭配它的紅醬 所呈現的一道墨裡面 它的口感是非常的獨特 然後再來介紹這一道 鱸魚卷鮮鮭 我們是先將新鮮的鱸魚跟鮭魚 拿去煎完之後再去烘烤 烤完之後再把它搭配成 一道非常美味的菜 再來為大家介紹這一道是 紙包先備 它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先把干貝跟鮮鮮魚 包在鋁箔紙上面 放進烤箱裡面 高溫風烤 之後再搭配廚師的獨特的醬料 這一道菜也是非常的口感獨特 大家又要來煮當一口 接下來為你們介紹的是 我們下午茶 一堂吐司的部分 然後上面它有非常多的當季水果 然後我們的吐司是先用奶油 然後再加砂糖 然後進烤箱一起去烤過的 然後它上面的水果有蘋果 香蕉 然後還有葡萄跟柳橙水蜜桃 滿多水果 然後我們的冰淇淋是用草莓的 然後它的淋醬是莓果的 然後現在為大家介紹的是 新鮮花草茶 然後左邊這一壺呢是 酥水芙蓉 然後裡面的 它是採用新鮮的花草茶下去 增看包裝的 所以它裡面有芙蓉花 薄荷 柜枝 然後還有天菊葉 那旁邊這一壺它是 香水蓮花 裡面有鹽油漬 天菊 香水蓮花 然後還有甘草 酥水芙蓉它喝起來口感是比較偏酸甜的 然後香水蓮花它喝起來的味道是比較清淡 然後比較是比較屬於比較清淡的口感 然後是比較方向的 再來我們店裡是位於在南樓漁港 所以我們所有的漁獲的食材都是非常新鮮 當日來饒餓料理的客人吃的 再加上我們店是全年無休 然後全天候雨公餐 所以主餐的減餐跟甜點都有 所以大家有空放到可以多來這裡走走 我來這裡走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